这个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 在唯摩节讲这些真正的菩萨的道理的时候 文之师利菩萨跟随着文之师利菩萨的所有的大众 那其中也有很多的天人 其中有八千个天子 就是天无声天人 他没有身体没有形象 或者八千天子借发阿尿波罗三妙三菩提心 就是发出道性 发出这个修道的性 发出真正的道性 就是八千天子 你想想看唯摩节 这个房间有多大 八千天子都在房间里面 听唯摩节这个老头子说法 讲这个什么是真正的菩萨这个法 他们都是无声天人 没有身体的天人 我喜欢讲无声天人 其实无形天人 也可以讲无形 无形天人 像我以前 刚刚刚那个妖子金母点拨 教我这个七心步 教我这个索印 晚上啊 每天晚上来 教一个小时 你看不到他 他是无形的 这只是无形天人 所以唯摩节 他这个房间有多大 容纳八千人 开玩笑来 我们这里 哪里能够容纳八千人 你要八千人挤进来 我们这个就拆了 我们这附魔宝殿都拆了 事实上 他们是无形 无形他们可以变得很小 所以八千个天子 可以讲都是无形 听到了 跟着文哲师利菩萨来的 八千天子 听到了这个唯摩节讲 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他们都发了 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我讲的是台湾话 阿悟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这一段 这个经文就讲到这里了 我听阿这个 圆摩节讲的也是满有道理 你不要看这个老头子 生病还能够讲这么多的法 真的累死人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阿尔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阿尔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阿尔多罗三菩提心